恭喜Lulu 等了這麼久 終於把人生第一座金鐘獎帶回家啦 她以婚禮歌手和嬌哥 一起搶下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在典禮上大爆哭的她 來到慶功現場還是好激動 從得獎之後 然後到現在 我覺得一切對我來說都好新鮮喔 你看我剛才 享受那個閃光海 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之前的拍到都是 沒關係啦 因為我每一次在金鐘獎 就是只要過5月12點 大家跟我講話都是 沒關係我們明年再來 沒關係我們明年再來 但我有把這句話聽進去 我就覺得沒關係 那我每一年都在來這樣子 那來著來著就 有得獎的一天 覺得很開心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回放 好像在原地哭很久 然後一直到典禮結束 我在後台 然後我媽還在哭耶 然後我媽說 這樣媽媽比我更開心 現在話漢典 功夫太多次 能不能跟她打慶一下 不會 就是 因為我覺得漢典是我們 不管怎麼樣其實真的很像家人 因為她也坐我旁邊嘛 所以我一得獎 我有感受到她那個尖叫 也是來自於 內心深處 內心深處的 沒有 沒有 她真的很開心 也希望我有機會 可以跟漢典 我們兩個獨自開一個節目 這段訪問 憲哥不要看 憲聖 我們顯聖S節 一定是因為我多一個人嘛 我們兩個人打一個很不公平 那也恭喜她 因為她這麼久沒有出來 就馬上入圍 就代表那個實力是很堅強 很值得致敬的對手 兩人相差一分很一分 我知道相差一分 但贏了就是贏了 管你差幾分 差0.1分我都是贏了 就愛相殺的部分 完全太精彩 而說起焦哥 露露真的只有滿滿的感謝 他除了把時間留給我 他剛剛又傳了 薄金包的照片來 他說這個可以嗎 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啊 當然有什麼好不可以 而且不是假的 不是皮帶 是真的薄薄 而且我人生在今天晚上 獲得了 你說A貨嗎 沒關係 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在今天晚上 獲得了人生第一個金鐘獎 跟人生第一個 愛馬仕包包 覺得很開心 好 其實你們標題不是贏下 下完了嗎 就是我第一次買 竟然不是給梗汝 你放心 我這個人這麼面面俱到 今天下午呢 我去看了藝術博覽會 我買了人生第一張 超級超級貴的畫 是梗汝最愛的藝術家 咬牙給他美金 給他匯出去 所以放心 梗汝的禮物不會輸給露露 那我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理由 要慶祝 純粹是梗汝 一直跟我心心念念 他很喜歡的藝術家 然後我今天不小心看到 所以好險 好險我有 等一下回家 我會先給老婆一個大禮物 求生日的部分 嬌哥一定是滿分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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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